被譽為鐵板神算的原學家董慕哲近日離世 享年101歲 他的外孫體育主持相傳說 星期六在社交平台證實消息 形容董慕哲是傳奇和英雄 一身堅毅慈愛是他永遠的啟迪 並分享多張董慕哲生前照片 董慕哲原名沈君輝 50年代來港發展 憑著神准批命藏出名堂 廣受明星名人追捧 黃瞻就形容董慕哲的命書字字準確 藝康都曾經分享家裡只有七個兄弟姊妹 但被董慕哲算出有八個手足 後來問媽媽 才知道原來自己有一個手足腰折 張國榮也是演唱會說過 董慕哲為他批命得出一句 待人已成人反相武 令他心心有感 董慕哲又算到他好到37歲 所以他一早計劃35歲退休 最終張國榮在33歲引退減產 董慕哲又曾為父相營理員批命 說他的太太必定是天仙美女下凡 營理員後來就先後娶時裝設計師張天愛 和大美人林昇霞 他又說劉嘉玲一生會同三隻老虎苟前不清 而曾經與他定婚的許信亨 非文男友郭台銘 以及丈夫梁朝偉的生肖都是屬虎 董慕哲和徐曉鳳都試駕慎督 2017年董夫人90歲受宴 和去年董慕哲100歲受宴 都見到曉鳳姐的身影 我這件事都不想啦 我這件事都不想那種 我這件事都不想說 我這件事都不想說